等一下 有沒有合理啦 合理啦 當然是合理的問題嘛 收得太多了 這個我就不曉得了 所以現在 你的行政院長 是公然就叫那個大哥 可以交保護 現了這個意思 你是不是在幾個節 告訴大家都應該要交保護 還有一個大哥 這樣大專才有錢 請你去巴厘島玩 陳偉妍 還沒有到你花言 你應該是董念台花言 請你不要插別人的隊 這時候是董念台先生 以剛登任主任的那個 身份來花言 你不要插隊 你已經多講了35秒了 謝謝 你沒有針對我的問題 我剛剛說 我針對吳院長這個問題 要是說 到底可不可以收跑護費 你說你今天很了解的事情是什麼 你今天有很了解 巴厘島哪裡吃好玩 哪裡 哪個海灘比較棒啊 沒有 你今天只知道說 這個什麼根深人的大哥朋友 他十幾年前就開始做公益 你又知道他十幾年前就開始做公益了 我已經多給你一分鐘了 你還一直在插話 你還是在街上裡面做公益 你幫他做了什麼公益 你說說看啊 觀察的麥克風 這兩個真的要爭吵 爭吵 他不是這樣聽說的 請你先對我的問題回答 我想委員這個 已經過了我們質詢的時間了 但是我想我也很願意 在這樣一個公開的場合 我並不是在辯解什麼 但是你不能說 如果一個人有過去有任何 對不起社會 或對不起地方的事情 不能因為他改過千山以後 你就不原諒他 或是不承認他現在跳的東西是對的 其實不要跟他跳啦 孔子也曾講過 不以人廢言 你不用跟他跳 不以言廢人 你孔子這個東西 人家根本聽不懂 是不是 你跟他跳啦那麼多幹什麼 是不是 我跟你講今天我支持你 是不是 你跟大哥出遊 又是了不起的啊 對不對 有什麼不對的啊 是不是 我這邊先跳出來 我先支持我們隔壁 是不是 跟黑道 不是 跟那個 跟西文 出遊 不是不對 每個人都有交朋友的權利嘛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們的行政院長 吳子仁儀 不但有一個大哥的朋友 還有董念臺 這個另外一個黑道大哥 也變成他的直角友了 是不是很重要 我跟你講 你在插第一次話 你在插第二次話就扁了 是不是 這是公然的恐嚇 不是 在節目上公然恐嚇 所以吳院長你的朋友 都是會公然恐嚇別人 是不是 我跟你講你第二次了 你如果再一次的話 我馬上就扛下去了 你看到他否認我 你怎麼說 我要不要交保護費給他 我想委員 你再說我真的要扛下去了 你還沒扛下去 不是 你還沒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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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執行的時候 大家幽默一下 群雙姐 但是說起來 這個行政院長 我跟黑道出去玩 這個土地面上 是說不夠 主持人這位主持人 現在要進廣告了 你就應該要進廣告了 人家是主持人 就不是主持人 空前時間的 拜託 進廣告也是 感冒用手術 也是我 你知道嗎 好 進廣告 你趕快 你趕快控制一下